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运输 大家好,我是Wendy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月运势 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十月的运势 2021年进入了十月 那也代表正式进到我们的最后一季 这个月呢 是非常适合检视目标 并且再出发的好时机 三个月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但我觉得它足够来扭转一些劣势 甚至可以提前为2022年来做准备 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月我觉得大家的内心 会有一段这种自我察觉的过程 并且呢 因为相信事在人为坚定的力量 让你自己能够更果决的下判断和选择 所以呢 请大家要把握这个月的能量 还有它的这个能力交锋的月份 奋力往前奔 要来请大家选的数字 也是有三组 选完之后呢 要请大家对应的是你2021年的流年数 那这样你就会知道你在整个十月的运势当中 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小提醒 快速的懒人包一下 如何算出自己2021年的流年数呢 就麻烦大家把2021加上你的出生的月和日 举例来说 问题解释10月29号出生 那就是2021 然后1029 有一个懒人包的算法就是5加上你的生日 就5加你的生日 所以像问题解释他就是5加上1加0加上2加上9 得到数字是17 1再加7等于8 所以问题解释今年流年18的人 好 请大家深呼吸 我们来进到这一次的三组数字选择 第一个数字是0 第二组数字是10 第三组的数字是100 好 让大家快速选择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三组卡牌分别所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呢 林真的卡牌呢 叫做停止轮回牌哦 是时间呢 应该要停止生命当中 一直不断轮回对你不好的人事物 你一直都知道对方 或者是一个习惯 对你的身心灵 长期来说是个伤害 请勇敢地接受爱你的人的提醒 并且愿意聆听可能非常的难堪的 很真实的讯息 但超越了这个困难之后 你才会开始为你自己思考 10这张卡牌呢 我们叫它因果关系牌 好的结果呢 其实是从一个正确的选择开始 或许你现在正在一个情绪的低谷 并且用着很悲伤的角度来看世界 一张卡牌想要跟你说的是 转念的瞬间 你就会看到事情的曙光和可能性 找回你一贯的乐观和自信 因为这是你带来自胜成果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张卡牌 如果是100的话 它代表的是共创利益牌 你所想要的完美结局 是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和资源的 与人共事 时常保持正向的想法 然后能够让你吸引到乐观积极 以及理解互惠 愿意分享好处的人 结合了这样子 一群对的人 也代表了你们前往在正确的路上 同时也能够遇见你们共创的美好未来 进到今天的内容 我们要来开始跟大家分享 每一组数字对应的流年一到九分 别要提醒的地方 或者是要把我这个月的机会点在哪里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数字零对应到流年数一的人 别让他人的错误 耽误你遇到真爱的机会 选择生命数字组合零的人哦 这流年一的话请停止习惯性 在脑中重复播放过去爱情的回忆 这会让你果足不前迟迟不敢展开新的恋情 情侣之间啊 彼此陪伴多久 很多时候其实是注定好的事情 分开后别让过去的遗憾 或是伤心缠绕着你 勇敢的跟过去告别 打开心去迎接新的未来 选到数字零今年是流年二的人 拒绝听其他人传言 别让有心人士介入了你的爱情 你的身边呢 会一直出现标榜对自己好友啊 或是自诩自己是正义之人的人 不断的环绕在你的身旁 他会习惯用一点点略带强迫的方式 来去释放他的想法 并且有意无意的呢 引导你走向他的建议 问题也要提醒你哦 对方可能长期的欣赏你 所以呢 他不太愿意你周围的讨花开花结果啊 那所以建议你可以直接跟对方沟通 并且表达你跟他是一辈子的朋友 如果说要变成恋人的关系的话 可能是你没有办法给他的一个承诺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零 搭配的是今年流年三 风华展现霸气外露 你们是一对家人才子的绝妙组合啊 请勇敢抛弃世俗的框架 谈一场你们两个人自己的爱情 比如受年龄 国籍 收入 条件的影响 因为你们看中的是彼此的心灵 是否富足 能否真诚的交流 当你们成为彼此内心坚定的力量的时候 你们就能够将彼此的特色 发挥到了极致 成为两个人最好的帮助 如果你选到的数字零 然后你是流年四的人 不预设任何立场 真正的表达自己的内心哦 对于是否要跟身边的人进一步确定关系 其实你出现了许多的担心 还有质疑 这样的情况呢 让你近期有一点点魂不守舍哦 甚至影响到你日常应有的发挥水准 温姐建议啊 若想要让自己停止 每天心情都像坐云霄飞车般的这样的情况 可主动确定对方的心意 同时也说出你自己的期待 不论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在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光当中 你不会在这个时间觉得有遗憾 如果你选到的数字零 然后你刚好是今年流年数五的人 脚踏多船的心态啊 容易让局势出现难以挽回的情况 善于游走在对自己有利的环境和人事之间 好人缘啊 也让你很容易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冠冠难过 冠冠过 但温姐只要提醒你哦 大家是因为爱你 才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并非毫无底线的任人使用 请停止 燃有他人爱心的行为 真诚地回应对方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零 有年数是六的人 坚毅且尽手本分的你 更添一股迷人的风采 一直都相信爱情是谈给自己看的哦 不需要大肆宣扬 不断放散 很多时候啊 你不是一个嘴巴很甜的人 但你绝对是生活当中最佳的爱情公务员 可以日复一日地做着一样的事情 也可以年复一年的不断表现自己的爱意 你展现了什么叫细水长流 平淡中甜蜜不灭的日常爱情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零 然后是流年期的人 单身是一种选择 不需理会外部关系的眼光 你不排斥爱情 而是你终于知道想要的爱情状态 一个人想要的爱情 呈现的样貌 还有你想要坚守的底线哦 更多的关注在自己的身上 不再轻易地为他人弃手底线 或者是委屈求全 温妮姐非常支持你哦 请你坚持你的决定 因为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貌 如果你是选到的是数字零 今年刚好是流年吧的人 别委屈自己 这不是长久的相处之计 今年你非常容易遇到 让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介入别人的爱情当中 这样的相遇啊 其实会让你的内心十分煎熬 因为好不容易才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但却需要伤害另外一个人 这样陷入两难的情况 温妮姐建议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哦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背负这样子的标签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以及你真的觉得对方会愿意为了你而改变吗 不要让眼前的甜蜜阻碍了你本来就很强 以及很敏锐的判断能力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零 然后今年是流年久的人 别让情绪凌驾在理智上 切勿焦急做决定哦 有时最好的反应就是不给反应 除了呢 能够让你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消化情绪 厘清问题 也能避免情绪性回答 造成日后更大的悔悍或遗憾哦 你才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 别让他人打乱了你的节奏 让时间给出最好的答案 好 接下来呢 选到的是生命组合数是10 然后你是流年1到9的人 你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选到的是数字10 流年1的人 破财消灾 远离不适合的投资选择 之前可能因为投资失利 造成一些金钱上的损失 也在你的内心上抹上了一层阴影 投资理财有时候就是小赔 其实等于是大赚哦 因为你可以远离更大的风险 并且可以及时的进行投地物的重新盘整 把握更好的时机 将对的钱放到适合的投资场域当中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10 今天是流年2的人 适当的让利 并获得更大的利益哦 为了收获更大的成果 部分的牺牲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哦 吃贵就是占便宜呢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太阿Q啊 或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展现 但其实在过程当中 你更能够发现机会点 以及危机处在哪里 提前能够把握至胜的关键 你就有机会反亏为盈 我会选到的是数字10 今天是流年3的朋友们 慎选你的投资杠杆哦 轻松让投资翻倍 你可以借由过去的投资的经验啊 以及消息的可靠度 把握这个月呢 好财运的时机 选择投资杠杆可能高一点点 但是呢 是你个人熟悉的领域 进行财务规划 经由精准的选择 有机会借由一波短期的操作 获得一笔还不错的投资报酬 如果你是数字10 今年是流年4的人 开始学习投资理财的好时机来咯 你可以增加个人的投资能力 学习能力和观察力极佳的你啊 近期蛮适合开始学习投资股票啊 币圈啊 等等的相关知识 藉由知识类的能量累积 以及分析过去的一些 投资圈的历史经验 让自己建立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学习系统逻辑 累积你自己未来进入 投资市场的能量 和精准的判断力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10 今年是流年5的人 以手代工 避免短线操作的想法 不要因为心急 或是羡慕他人短期 然后但是高投资的这个 效益成果 因为任何快进快住的投资啊 他都是伴随高风险 以及需要长期累积 判断经验的 温姐建议要有正确的 投资观念 避免将投资理财 变成赌身家的冒险行为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 然后你是流年6的朋友 将你的财富收获 投资在会珍惜你的人身上 不喜欢追求这种奢侈品 消费的特质 让你这一年累积了一笔 还不错的储蓄 温姐建议啊 你可以购买一些 适合家人 好友都需要的礼物 让他们知道呢 你对他们的感念之心 以及感谢他们这一年来 对你的支持和鼓励 又实际行动 来表达你的爱意和谢意 温选到的是数字10 你是今年流年7的朋友 金钱并不是唯一衡量价值的方法 愿意为他人付出的心更胜一切 不善于替自己争取福利的你啊 内心相信老天是公平的哦 只要持续的努力 终究会获得理当的报酬 不计较的选择 不代表你们是愚笨 或是看不懂对方的伎俩 更多时候你们只是追求一个卫星无愧 这也让你很容易获得长辈啊 长官的赏识 因为你重情中意的特质 让你成为大家以众的对象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10 今年是流年8的朋友 高罗币系的特质 成为你至胜的关键哦 具有高自行能力 以及观察力的你 面对挑战和机会 总是能够很快速的判断局势 并且展开超高的EQ和IQ 让你自己逢胸化及创造机会 这个特质呢 让你更能够在投资关系中 获取资讯 还有资源的注意哦 你是典型这种人格特质 能够风鸣群众的代表 最后如果你是选择的是数字10 今年是流年9的朋友 远离意图不轨的人 享受淡然自在的悠闲生活 过去累积的资源和人脉啊 让你有足够的底气 不用向现实屈服 能潇洒自在的读书一格 有时候呢 会让人觉得很难走进你的世界 会有一份距离感 但这确实是你最佳的保护设 能够让意图不轨的人自动远离你的身边 请你继续保持 因为当你越冷静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吸引更多正确且正向的人事物 来到你的身边 紧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10月份最后一组生命数字组合是100 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100 今年是流年1的人 善用手中的王牌赢得至胜关键 可能呢 你已经忘记自己在奋斗 还有有解释的能力 很多时候啊 你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时候甚至会想要息事宁人 容易让自己呢 在职场中被欺负 甚至我觉得你还可能会有 让自己被开除的危机 所以问题姐建议啊 要适时的展现你专业的强项 让对方察觉到啊 如果失去你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帮自己争取应有的尊重和舞台 那如果你选到的是数字100 然后流年2的人 借由资源重新配置凝聚 并且来去激发团队的向心力 把握这个月进行组织内部的整顿 并且重新订定年底前的执行KPI 让有心的人呢 能够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同时也让呢 螺丝已经松掉的人要有自我察觉到危机感哦 借由组织成员良性的竞争 达到更高的效益工作呈现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0 就流年3的人 建立最佳的策略 带团队一起来作战 这个月的表现啊 将影响你还有团队 在后面几个月 甚至下一年公司在资源分配的关键指标哦 这时候更需要有人啊 愿意担任统筹好发号施令的角色 而你就是这个角色最适合的人 只是呢 你要先让团队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 当他们理解你之后 其实团队会非常欣然接受 甚至很感谢你愿意接受这个leader的工作 听从你的安排 并且他们会全力的展现出他们的专长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0 你是流年4的朋友 选择全在你的手中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正在为人生下一个阶段思考的你 对于留下或是另辟战场 十分的犹豫啊 因为留下和离开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 我也建议你啊 要选择发挥空间比较大 以及呢 信任感比较多的场域 来去为你的未来来做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本身的自律能力就非常的好 所以在职场中啊 你其实更需要的是被肯定 还有就是被授予权利 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其实不会觉得痛苦 你就是觉得说 如果在职场当中遇到挑战 你会很开心 是因为你知道 这是你影响成功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0 你今年是流年5的朋友 持续与人为善 累积更多的贵人缘哦 低调形势 好长一段时间的你啊 练就了一身 不出头 不急躁的职场形势风格 有目标性的在弱化自己 让人家感受到的攻击性和压迫感哦 确实 我觉得这样子的操作 让你闪过了不少 职场当中的小人和是非 请持续维持这种 不争不抢的职场人设 稳稳地走过今年职场的一些风雨哦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0 刚好今年是流年6的朋友 懂你的人终于出现了 好欲也慢慢向你靠近 终于可以一勺这几个月的怨气哦 过去不论合理或不合理 基本上你都会先忍受 后面甚至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 和发挥的舞台 你都默默地吞下去 但问题只要跟你说真恭喜哦 当你在面对职场的这些 不公平和误会展现的高EQ 甚至是忍让的态度 让长官慢慢发现了你的特质 以及愿意在接下来的专案当中 邀请你来进入团队发挥所长 如果你选择的是数字100 今年是流年7的朋友 等候已久的贵人终于出现在身边啦 好身边来来去去 许多的机会哦 资源和贵人 前几个月你在跟外部接触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其实你都会觉得说 有一点点遗憾 第一次是说 其实在今年开始到现在 你有蛮多人来找你合作 甚至是跟你聊聊 可是有的时候 你心中都会觉得 好像差一点点 或是谈到一半 对方就自己先喊停了 这样子的遗憾呢 可能会让你觉得说 怎么会好运都没有临到我身上 我其实今年我这么的努力哦 这个月呢鼓励你主动的向邀请合作的单位来去沟通 只要你愿意主动 当你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会格外的顺利 可以通过你的分享 将专案的内容 能够更精准的了解 同时间呢 你能够去谈到互惠的条件 只要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沟通下 其实你接下来去讨论的专案啊 或者是一些合作需要的资源 都会蛮顺利的来临 以及能够展现 或者是给予最重要的资源贴近的状态 如果你选择到的是数字100 然后你是留年8的朋友 要逼自己走出舒适圈 提前抢占市场的资源哦 职商能守的你呢 不论是在成果的展现 或者是关系经营 以及资源运用上 都获得主管高度的赏试 你可能很早就来到职场的管理职 但威尼姐鼓励你啊 要提前为后续的职场规划布局 把握自己正在上升期的黄金时刻 主动争取过去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专案 提早练习 稳固你现在的地位 还有不断的提升你的专业度 最后如果你是选到数字100 是留年9的朋友 深思熟虑的变动 将带来未来更大的祝福哦 蠢蠢欲动的心 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月 这个月你想要变动的心 更是无法压抑 温姐觉得 只要你已经确定好薪资 权利义务 福利配套 并且你也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限职的服务单位当中 没有任何改变和沟通的机会了 那你就顺着你的心 帮自己做出决定吧 以上呢 就是10月份运势的分享 希望能够透过大家抽牌的过程 还有得到的小提醒 在10月份把握机会 也能够远离小人 让自己在整个月当中 能够提前布局 为未来的日子 帮自己有更好的规划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